成群的外籍女子 因為非法從事性交易 被警方逮捕 移送 台南宣火車站前的國賓大樓 被視為台南的九龍城寨 警方大舉執行 青樓真案 才正要整理頭髮 就發現警方破門而入 同樣在台南 有應召集團進駐社區 而這些小姐大多都來自泰國 2022年1月 入境台灣的泰國籍女子 只有四十九人 到了去年十月 已經高達三千四百九十二人 十二月更攀升到 一萬八千零七十七人 人數大暴漲 今年一月到三月 平均每個月都有 大約一萬三千名 泰國籍女子來台 有業者估算 入境簽證大多只有十四天 因此研判有兩成的人 會因為不明原因 選擇逾期滯留台灣 前兩年都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目前是疫情解封 外國人士來台觀光的人數 也會增加 那相對這個比例 我想應該是會有上升的趨勢 配合新南鄉政策 外交部從八月起延長事辦 泰國問來及菲律賓國民 來台免簽證措施一年 提升國人旅遊便利性 不過這也代表 外籍女子想要來台灣 非法打工更容易了 在台灣從事非法行為的外籍人士 都會被送到移民署 等待被遣返回國 但現在為了因應治安問題 移民署將會超前部署 提出新的對策 如果外籍人士以免簽證來台 被查或從事非法行為 移民署除了遣返之外 還會在外來人口系統註記 管制他再次來台 警方與移民署已經做好打擊犯罪準備 要把所有可疑分子阻絕於境外 請問曹文年黃厚玉李芳慈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